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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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说你们特别诚实吗 感觉还是这样 好像是 二位老师都是很诚实的人 是吧 我还有就是 其实 这个一生一世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爱情故事 我想 两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互相 在这个戏里 演对手戏的感受怎么样 觉得佳文是什么样的 然后佳文那时候还录是什么样的 超哥就是毋庸置疑啊 特别特别棒的演员 对 这个太帅了 这个回答 没有 就是 有 有些 我今天早上想到一个趣事 就是我跟超哥笑点有的时候会比较像 顺 对 然后有一场戏我记得 就我们俩同时要坐到那个床上 然后那个床 道具床会有一点起伏颠簸 然后我们一开始走戏的时候就笑了 然后后来有一场 我记得他们其实我会去看回放 然后是那个摄影指导 在旁边手里去 来笑 然后我们俩果然坐下同时笑了 对 你的笑点高还是笑超哥的笑点 嗯 好像超哥的高一点 我同志的比较容易笑不强一点 佳文你跟白鹿是第一次打档的吗 对第一次打档的 那你跟他演完之后有什么感受 感受就觉得 你只要看你他的眼睛说 你只要他威胁 不是我觉得角色限制了白鹿老师的演戏 对 其实他现实生活中跟那个角色差的挺多的 但是他也可以完美的消化掉 并不是本身自己的那个样子 然后我觉得挺优秀的 是吧 下一部新海格 范老师搭档的 嗯 看有没有合适的项目吧 啊 我们俩说我们俩 因为这两个角色 跟我们俩的本人都不是那么像 嗯 而且我们俩都属于那种 喜欢那种诙谐的那种剧本 想细发挥一下 然后我就跟超哥说 哎 超哥如果以后有一个那种 比较搞笑的诙谐的生活系 我们可以再合作一下 你是想做一个写系 不要说家里也这么像 没有没有 我确实想演一些比较搞笑的戏 就是有的时候 闷时间长了也想到释放一下 好的 那么最后要不跟大家推一下医生意识 好吧 也回去 谢谢 家门 钱的应该像 嗯 医生意识 我觉得在恋恋之常里是一个最特别的存在 跟其他戏可能 基本的调调也不一样 然后里面有甜也有乐也有现实生活中 确实大家可以感同身受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大家慢慢看下去会被 一生意识吸引 所以我希望大家到时候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对 其实 一生意识和长安的故事我拍戏 到现在以来我觉得 我共情能力会最强的一些 因为真的有乐有甜 然后虐的时候我也是 我感觉那样的时间我自己都吃力破碎了 所以我没有什么再多的话 我对中期的爱都已经在我的戏里面了 希望大家发出好多 我帮助一下 谢谢 好 谢谢 还有谢谢家门 谢谢 谢谢谢谢 我们的掌声再次送给两位 好 好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我 我一会再给你两位母妈 忘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刚才还有粉丝想把他们呼喊回来 是吧 啊 这个 一会我们会拍一个环节 今天在烈烈剧场发布以后 在爱西的APP 可以 可以通过打开扫一扫 然后扫描笔心的手势 啊 可以打开非常多解锁 我们的一些预告和预约 哎 救回来了是吧 哎呀 太好了 听说有人在车我们回来 我差一点就 已经断了你的习惯了啊 对对对 今天你们还有一个任务啊 还有个任务 一会对着我们少康老师 一起做笔心的手势 因为今天啊 在爱奇艺的上面 APP上面 你会用AR 然后扫描这个笔心的手势 就可以预约 因为是一世这个片子将来等上线的时候 就可以第一时间观看啊 所以扫描了手势是笔心 好吧 请两位针对镜头来 三二一 行 好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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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再次 再次欢迎你们单位 这回事 真的OK了 好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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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 热情的粉丝 谢谢大家 好 那么练练剧场呢 发布就到这里 啊 啊 我们接下来 好 谢谢 谢谢 分olu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